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媒体称 事故造成林志颖颜面骨折 宫骨粉碎性骨折 脑部也有轻微的受伤 如果有其他地方骨折 脑部有受伤 会优先治疗 最后再进行脸骨重建 消息一爆出 网友纷纷在下面留言 祝其早日康复 而在这些评论当中就有一条 让人看完感到破防 这就是佛奖的因果 最漂亮的脸偏偏遭毁容 最会游泳的偏偏死于溺水 最懂音乐的偏偏失聪 这次意外车祸 或许真的是老天嫉妒她的不老容颜了 娱乐圈里洞灵的帅哥美女那么多 可是被称为不老男神的 还是只有林志颖一个人 想起《在爸爸去哪医》这个节目里面 王月伦女儿王诗玲在第一次看到林志颖的时候 目不转睛地盯着她 难难道 奇米的爸爸好帅啊 而此时的林志颖已经将近四十 小孩子对好看的认知是单纯的 他们不会撒谎 以前大众对好看的认知也是单纯的 凭借一张俊俏的脸就能红得一塌糊涂 林志颖就是得意者 十五岁的她 在跟同学在逛街的时候 被广告商看中 拉去一连拍了三个大广告 十六岁的她 在学校演出 学校舞台剧的时候 被飞碟公司的星探发掘 也就是捧红小虎队的那个经纪公司 正式地签约飞碟唱片公司 十七岁的她 在第一首专辑推出时 其中主打歌《十七岁的语记》 火遍了大江南北 直到现在 这首歌还有很多人会唱 十七岁那年的语记 我们有共同的期许 也曾经紧紧拥抱在一起 十七岁那年的语记 回忆起童年的点点滴滴 却发现成长已慢慢接近 这对那个时代的人来说 是青春的记忆 而对现在的人来说 是经典永流传 那凭借着这首歌和林家哥哥的气质 她迅速爆红 随后林志颖一连发出三张专辑 情歌的浪漫 青春的气息 让林志颖这阵亚洲小旋风越吹越远 1993年 十八岁的林志颖在香港洪馆开演唱会 她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完全以国语歌曲演唱的歌手 也是年纪最轻的 一连四场 长长火爆 创造了洪馆开演唱会最年轻歌手的记录 至今仍未被打破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她说 当时我有三张专辑 三十首歌 全部唱完 第一次来访香港的林志颖 使得香港启德机场经历了十年来一次难得的轰动经验 一种外来的震撼 从来没有这样的颠倒过 被香港媒体称为过江龙 短短一年的时间 这个十八岁的少年舞台越来越大 走得越来越远 风靡全亚洲 还记得林志颖出道时的第一个通告 是在基隆文化中心 为师兄领取奖项 而第二年的这个奖项的获得者 就是林志颖 但这样的盛况 也随着她入伍而消散 1994年 林志颖入伍 那时的华语乐坛 可谓是神仙打架 张信哲 林一连等人的歌曲 轮番者在街头放 尽管在这两年里 林志颖有推出过专辑 但是因为没有出现在荧幕之前 她逐渐被人遗忘 但对面容缴好之人 上天总是有一定的眷顾 在低潮时 她遇到了生命中的贵人 夏哥 那时内地文娱蓬勃发展 夏哥为她接下绝代双胶的拍摄 当时她与前师兄苏友鹏一起合作 两人的配合演绎 让这部剧的收视率一记绝尘 而林志颖也因为角色的讨喜和俊朗的外形 在内地收获粉丝无数 这一下子 直接打开了内地市场 当然 让她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 还是03年的天龙八部《段玉》一角 现在网上对天龙八部的最经典版本依旧争个不停 而对于喜欢03版的观众来说 林志颖站在那儿 就是段玉 那翩翩公子的身姿 多情浪荡的气质和玉面书生的长相 把段玉给掩活了 此时 她的事业再起 有人说 二十多岁演偶像剧是青春 三十多岁再演偶像剧就是装嫩了 但这句话对林志颖来说 似乎是不太适用 2007年 台湾的偶像剧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 许多人开始不太爱接这种题材的电视剧了 但林志颖反其道而行之 拍了放羊的星星 这部剧的火热程度 想必不用我多说了 现在谁还不会哼几句我们的纪念这首歌呢 夜内有人评价 林志颖这张脸呢 就是为演艺剧而生的 一张天生讨喜的娃娃脸 一双自带流光的寒情眼 只要选对符合自己气质的角色 就已经成功了一大半 可以说 只要遵守法规不越雷池 她的这张脸就注定了她在娱乐圈的成功 但她成功又何止是这一个行业 如果说她在演艺圈的成就是老天赏饭吃 那么她在赛车上的造诣 全都是源于对梦想的坚持 林志颖的微博名叫做梦想家林志颖 在追逐赛车的这件事上 她也确实人如其名 这个梦早在她十岁参加遥控车比赛的时候 就已经种下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林志颖当时在娱乐圈初次露面 就是为了拿广告费去买一辆心爱的摩托车 在一高毕业之后 她就进入到娱乐圈 而在赚够钱之后 她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买跑车参加比赛 从出道到现在 她所参演的作品 其实跟同届的人相比并不多 因为她把自己的很大一部分精力 用在了追梦的路上 23岁 拥有第一辆法拉利 并用自己的红色法拉利战车 第一次赛车比赛 拿到了冀军奖杯 24岁 参加世界国际A级越野赛 成为台湾第一个参加 国际顶级赛事的车手 26岁 在珠海赛车场 拿到了赛车生涯第一个冠军 27岁 赛车达到巅峰状态 拿到9个职业车赛奖杯 7个冠军奖杯 两座亚军 并成为台湾年度冠军车手 34岁 林志颖正式地成为 中国队后备队员 而该队 是世界F1赛场上 唯一的中国队 她对赛车的爱 是刻入骨子里的 她对梦想的追求 坚持了半辈子 以前媒体并不知道 她在做什么 只知道会消失一段时间 她说 我有人群恐惧症 不希望自己的私生活 过多地暴露在外界面前 要坚持留一部分给自己 而这一部分 就是她的赛车 她的梦想 直到她拿奖 人们才知道 这个长相稚嫩的大男孩 也有这样一个热血的喜好 也有这么一颗 狂热的心 当时有不少粉丝为她担忧 在人们以往的认知里 高速度的行驶 高难度的飘移 每一次的比赛 都是危险和荣誉并行的 并且 在她24岁的时候 就已经出现过一次事故 让粉丝们着实捏了一把冷汗 最后据媒体报道 这次车祸 导致林志颖的右脚掌 断了三根骨头 打了四根钢钉来固定 当时很多人劝她放弃 但她还是坚持下来了 并且坚持了半辈子 甚至在这次车祸发生的前一个月 她还去参加了赛车比赛 明明可以靠脸吃饭 但她硬要靠实力 其实林志颖一直想打破 别人对她的固有观念 在当兵期间 她就因为长相 被队友嘲笑讽刺 上台演出的时候 下面嘘声一片 退伍后 付出娱乐圈 她满脑子都是 我要转型 成为真正的男子汉 但可惜她失败了 因为观众根本不吃这一趟 就连她妈妈在看她剧的时候 都说她像小孩子故作大人 长相给她带来便利的同时 也设下了限制 她似乎只能跟着设定走 似乎在男孩的人设里 圈圈转转 但她不想 玩赛车 开科技公司 建立车队 她一直都在用实际的行动 打破长相带来的设限 2013年 爸爸去拿的热播 也让林志颖 以父亲的身份 重出江湖 这个时候 她的话题也逐渐地 从不老男神 到Kami爸爸 而对于这个抬头 林志颖喜闻乐见 她希望自己的身份 能够转变 也喜欢网友对儿子的爱意 但不老男神 这个称号 她大概还是脱不掉的 因为 对网友 甚至喜欢她的人来说 这是一种肯定 她为数不多 饰演的角色 承载了他们的青春 俏皮如小鱼儿 温润如断玉 霸道如众天奇 8月3号 林志颖已经转到 普通病房的消息 上了热搜 大哥林志杰 也早在30号的时候 在林志颖的粉丝群里 报平安 那我们 点个再看吧 希望不久之后 就能听到 林志颖康复出院的消息 要知道 喜欢你的人 都一直 在等你 今天的文章 就分享到这里